música 耶,你看 終於很陽光 我的朋友不相信我 他說呢,我CG出來,當然啦,大家都已經這麼辛苦,熬了整個月下雨,突然間又是好天,幾乎都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說怎麼相信呢?連我衣服都是上個星期的款式,都是黑色,大哥呀,我沒錢呀,窮學生呀,給我一些智裝費,我就有新衣服 說完就馬上自打嘴巴了,因為今集的主題是回歸我老本行,即是酒店下午茶達人 我這一集會去兩間五星酒店試試下他們的下午茶,第一集就是位於Martin Place 的Fullerton Hotel Sydney 如果大家對五星酒店的認識,又或者看了我的頻道的話,推翻右就一個鈴鐺 都知道Fullerton 是一個新加坡酒店集團,當中最為人熟悉的當然就是他在新加坡的Fullerton Hotel Singapore 這間悉尼分店是在2019年開的,前身是五星酒店來說,算是中中的Western Hotel 經營 而新加坡的二曲同工之處,兩間都是由歷史建築物回化而成的 還有兩間的前身都是油谷混合政府大樓,不知是否這樣呢? 進來的格局都非常相似,不知留下一個紅色喉筒 連大堂門口有幾條樓梯落地庫都很相似,還有大堂樓底高 天花板亦有大玻璃,方便採集自然光,相差一條河 否則我真的以為自己在新加坡 今次我帶大家去吃下午茶的地方就是叫The Bar 其實如果大家來,不像我這樣吃下午茶的話 都可以在這裏叫咖啡喝杯酒,吃除尊便 先說一下下午茶,其實來到澳洲有件事最奇怪的是 吃下午茶時間在12點開始,不像香港那樣,起碼2點才有 我和朋友還說閃港,究竟是午茶還是午茶 今次的主題適合我,三八婦女主題 於是為了配合這個主題,酒店在食物上用上了紫色 對不起,我想起樂壇人碎,紫頭刺 忽然有點胃氣象 不如說一些鹹點,首先最直接的就是 青瓜三文治和三文治都不用我多說了 如果我告訴你,微黃上身也叫我鞋子拿走飯盒 不過是正常的 龍蝦沙律有紅菜頭的底餅 底餅有點甜又脆口 龍蝦沙律有一點胡椒又很精神 Piece & Basil Consume 我最初看見它水流流流的,都翻了你嘴 但又蠻好吃的,鹹鹹有香腸的味道 多精神 Mini Chicken Slider 都是你吃開漢武包的樣子 正常的 這個Harmistar 有一點咖哩批香料味 底餅也很脆,吃起來也很精神 好,到甜甜了,首先是Raspberry Blueberry Macaron 難得的就是每一碗都夠清甜 質感是平常的 Macaron 那種鬆化,不錯 至於日本的肉類用了芋頭Cream 一邊吃,除了有芋頭的香味和清甜之外 看片都知道,軟熟Creamy 這個Raspberry & Verona Dark Chocolate Raspberry的酸味似乎掉了Dark Chocolate的甘苦 看你喜歡Raspberry還是Chocolate,不難吃的 Yuzu Baterina Cake 最初吃起來有一點芋頭味 慢慢咬下去,就會發現裡面的確有柚子 甜酸很平衡 難得就是平常吃的梅味,藥水味也不算厲害 至於這個就是巴西梅的Mousse Mousse質地適中,趁淡淡的巧克力 我反而喜歡這個多一點 梅的酸味和巧克力味也很平衡 最後就是Scon 兩碗普通和Raspberry的Scon 奶味不夠多 膚質較重 烘得暖 但不是我喜歡那種Scon的質地 幸好它們的Claude Cream 和草莓醬都很有水準 Strawberry Jam 多少草莓醬 味道都足夠 但屬於甜味重些 我就喜歡 但如果你喜歡多一點 就會覺得有點甜 至於Claude Cream 有甜味也夠Creamy 可能就要適合這個Scon 去補足不夠奶味 這餐下午茶的價錢都很厲害 就算香港價錢來講 100元 酒之下樓也不算便宜 可能因為有香檳 我喝了不懂酒 都知道是好東西 而且服務真的不錯 加上考慮食物質素 我覺得性價比還可以接受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狠狠拍 還是我狠狠拍 我覺得它們經常走過來問我 Everything OK? Everything 的確是OK 未至於Good 但我翌日就去Part Hyatt 再比較一下 就知道Good不Good 好,現在就第二天了 你說好天道 真是沒有CG 講到Part Hyatt 無論是觀網或IGD相片 最吸引我的 酒店的露台 不僅對正無敵開景 還對著悉尼歌劇院 不過看相片就很棒 看到真身就不太棒 但看到人們坐出來的時候 一來只有幾層空隙 底下就是人來人妄 一看上來就看到露台 懶處也挺老鑑 二來露台是窄窄的 看到他們的住客 好像被人隔離 多過住美酒店 但看相片的泳池 就看不到 我講過 有一天我要住一次 用泳池 讓我到時告訴大家 住宿體驗如何 不過今天 除了要吃下午茶之外 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去星期六日 超多人的The Rocks Market 一進來 我覺得賣些東西 好像女人街 沙麻,香薰,球想 中間都幾檔食 但逛逛 又會看到有多少露天茶 咦? 這三層架下午茶 看得多棒 不過別衝動 一會兒還要去吃茶 這站是不是要說油桶呢? 上一個地方又有油桶 這次又有油桶 那些才是表演的 是會令你特意回頭看 和聽那一隻 令到這個市場 整件事都沒有那麼女人街 感覺 屎裡人家沒有人搬 我頭說 這裡不知道高女人街有多少班 又或者有人罵我 女人街有失禮嗎? 算吧 走一走三點 還是快點去吃茶 來到這裡 很想坐牢阿偉 不過最後一會兒才訂 不要怪人 一看到菜單 有這麼多法門 喂喂 我之前剩下雞飛給你菜單 看的朋友 麻煩你可不可以幫我讀出來 我抹底 好了 說到最簡單的 所以拉提我懂得讀 豆奶是挺香的 拉提是淡淡的 但又好像沒有 那樣很棒 稱職 比外面的普通咖啡店 也不是好一點 但以澳洲的水準來說 也不是最好的 那種 只要的Alt Grey 淡淡淡的 沒有現在的TWG 好像很想拜託你 那種濃的茶味 但有時覺得 這種回歸基本部的茶 作為高茶 才是最好喝的 是啊 還有一杯Mottel 本來還可以叫香檳 不過我喝少少少 就很紅 不想有出醜 其實茶和咖啡 這裡都是任的 但是我這些人 當然是認識我二致 這三樣混合 都夠下肚 好了 挑戰我發音的時候 就是這些咸點 首先這個 Brasala Passo Risotto Rice 原來就是風乾的 鹹牛肉 我經常覺得像金華火腿 那些咸 但薄薄一塊 口感滑溜 反而入面的飯 真的吃了都不多 不過整體來說 是很棒的 Grasini 前面是淋身 後面是脆的 Prasciotto 是否這樣讀 意大利火腿 就是那種鹹 有胡椒的醒胃 作為第一款菜式 以鹹茶來說 我真的覺得很精神 都比很多五星酒店的鹹茶 是有心思的 這個Chicken Buffet 好吃 又是鹹鹹的 但加了芝士 吃完芝士味 除了指甲流香 又不一樣 雖然雖然不脆 但無損整體的口感 雖然雞味相較低 但做得很好吃 這個料巢 真的不懂 Pom de Fin Macadamia Cataifri Pastry 原來是類似希臘 的甜品 Pom de Fin 就是法國人把薯仔 和鹹泡芙糕做 不怪味道有少少咸,但有那种香口感,吃完完全意犹未尽 三文鱼子的乳酪芝士,我认为这块饼比较大 因为我的嘴巴很小,顶着我试入面的三文鱼子 不过很神奇,最初以为没有什么味道 慢慢感受到三文鱼子的鲜味和乳酪芝士的乳酪 不过我认为这块饼比较小,根本就更丰盈 比较酪芝士及薄草芝士和那种生菜的层次感 尤其是薄草芝士,是否这么说,没有香粥虾的味道,真的很平衡 chilled tomato, caspacho, fried basil,香草很好喝 我真的不想用其他用词来用它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香草和番茄是什么味道 总之好够就有平衡,又不会令你很口渴 接着就轮到Scon 出场了 暖,软,但味道不够 Claude Cream 又很creamy,非常喜欢 至于Strawberry Jam 很好味 不过可能因为我喜欢偏甜 如果喜欢酸一点,可能会觉得甜一点 尤其Scon 本身已经有些糖粉是甜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样不离吃,可能更惹味 接着到甜点,首先是Lemon Myrtle Cheese Cake 最初你以为只有柠檬味 但有像咸点,慢慢就会留意到 有些Lemon Myrtle的香草味 款款都是这样,搭绿有味 这家酒店真的不说得少 瓶子Verona Chocolate 朱古力不需要怎样说,都知道是漂亮的 好浓味 瓶子和朱古力是完美的 饼底也不太脆,但也是这样说 就这样吃,就刚刚好 这个甜品我要分两样东西来说 首先就是上面那条是Warm Cranberry Cic 怎样形容好呢? 那种甜是用清出来形容 会否稠不稠错一点 总之,就不是一味死甜 至于那个cream,其实叫Lap Nair 真不知怎样读 其实就是一种乳酪 那些梅底下优质度 平日最喜欢药水味 但吃起来完全没有反感 这一餐咸茶109元下楼 比Fulletton Sydney贵9元 但有心思很多 还将食材配合得出神入化 很久没吃过一餐 又饱肚又味觉肯受的咸茶 那些说咸茶一向不好吃的人 麻烦你过来吃一餐 搞到我很期待去试他们的晚餐 好了,说到这里 这个星期有惊无险 由之前落雨落到狗屎 还看到新闻片都害怕 变成现在星期六日又雨过天青了 明天有朋友去谈谈 听过很多香港东西 到时我就见啥拍啥有啥 告诉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打电话